拥有一些207万下载游戏 现在被玩家们集体被骂是骗子 就是这个 创世纪神5v5公平禁忌 先看上面这个图 像不像韩戏和蓝灵王 再看头像写着5v5 简介 属性搭配 逆风翻盘 这咋看都是个摸摆游戏吧 更牛逼是他的游戏截图 用着英雄联盟卡特的人物 配上王者峡谷地图 还有小兵 图上的英雄是自己游戏里的 就这么一套操作座 评分直接掉到1.8分 官方看不下去了 开始清水军了 有玩的1分钟就来评价 这游戏太好玩的 1分钟你玩的个鸡毛你 还有玩的16分钟呢 他说可以可以 玩5v5可以匹配到 真人玩家跟王者峡谷差不多 到60级才能匹配 我尼玛玩16分钟 你就能到60级了 很好玩 就是与王者峡谷一样 很喜欢这类卡牌游戏 我看看评论能给我等笑了 这都什么五毛水军呢 一会是王者峡谷 一会又是卡牌 不废话了好吧 直接开始 卧槽兄弟们 又是一个数码魔法 哎呦回想起 比数码魔法治病的恐惧 来吧 我准备好了 好了我们先来召唤一首英雄啊 人物画的还挺不错的 应该是写诗风格的游戏 第一个紫色的 圣剑女武神 像不像雅里娜的冰冠公主呢 这小生伴还是个坦克啊 现在我要开始游戏了 还是挺期待这款新的V5游戏 这 这他妈是V5魔法游戏啊 合成的挂金游戏啊 我还得升级英雄 还得给他装备啊 挂羊头卖狗肉 怪不到V5游戏全是骗的 他还迫不及待让我充值啊 上来就是七丁性人充值 每天六块钱 这都是小钱无所谓啊 这推出再推了一关 说前面有个猴子 这里可以理解为是一世佣英雄啊 这个也是充点小钱 拿这个猴子充过六块钱 是一点小钱 这底下一百五百一千的 这也是小钱 这是给有些人玩的游戏吧 我又看了一个商城 上这里召唤礼包 那动不动就是28888 再给你打个粉资讯 不应该送个28800的钻石吗 送的还是个6480的钻石 这不明摆原价就是648吗 这比畅畅打折还倒露啊 还有这个丛林寻宝啊 就这上面道具呢 没有一个我看得懂的 他这个寻宝需要买铲子 就看这价格飙的啊 这哪是丛林寻宝啊 这是丛林洗钱呢 更看的是在游戏买皮肤 这两个皮肤原价888 骨折之后128 来看看价值128的皮肤什么样啊 就他妈这B啊 这难道不是初始皮肤 换个词又是一个128皮肤 还有这个新人大礼貌 这价格看到我头皮发码 几个装备一个英雄能卖到648 我现在严重怀疑这游戏是洗钱的 再回到界面 左边一排右边一排 全部都是客金活动 这游戏还套过V5的摸摆皮 蹭蹭王者蹭蹭联盟 就这样的游戏 它品质跟屎一样 先是人物基本上班 这个叫提尔的 这跟亚瑟基本一样 就连动牌的倾斜角度都是一致的 再看这个火神 这难道不是八神眼 项羽对应黄中 特别是这个神吕布 这完全就是赵超了呀 不过我也玩了一段时间 还真的有对战模式 就是这个对战模式就有病啊 选场上的玩家对战 自己选五个英雄 他们就在那自己开打 5v5公平竞技 他公平吧 他公平个锤子的公平 谁充钱能多就是爸爸 充钱多的三个英雄 直接免完五个英雄 这是5v5公平竞技啊 这是你大爷5v3充钱竞技啊 做的人物建模 那是康复训练的啊 这美杜莎隔着挠弓箭呢 还是给自己挠骚啊 这洛基双架都用上了啊 扣子马可波罗呢 还有叶师傅小龙 后面几个英雄全是绿色的 你隔着还是我啥玩意儿呢 这垃圾沉热度科技游戏 一点游戏体都没有 玩得我都有点自卑了 我现在只想说五个字 哎呀给爷怕 我是大老师 感谢收看本期视频 记得点赞和关注哦 我们下次见拜拜